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海底大獵殺 今天的話呢,是我們企鵝的時間了 可是千萬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喔 為什麼呢?企鵝是免費的喔 然後企鵝是沒有辦法在水下呼吸的嘛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操作起來也許是會超級麻煩之類的 可是就一個免費的人 人?不對,免費的生物來說呢 他的血量跟攻擊力又好像有點偏高欸 等一下他的數值好像還蠻強的欸 等一下等一下 怎麼他的數值這麼強的 我們最基礎的這一隻呢,傷害是1 但是有些其他的特殊能力 企鵝是沒有這些特殊能力的 但是企鵝的血量77 比他這24都還要來得高了喔 所以企鵝難道很強? 來吧,我們試一下就知道了 欸太好了,這就是我們的企鵝旁邊 還有我們的企鵝夥伴 這個是 放大到這個程度才看得出來 因為大家一起在這個 大冰塊上面跳舞啊 這是在跳舞的耶,大家看 這個是,完全是在舞蹈狀態 哈哈哈哈 還蠻有趣的,等一下走起來 大家看旁邊那隻走的 企鵝還蠻可愛,可愛嗎 仔細一看他的頭 這個兩隻眼睛又好像有點太過於突出了 有沒有 這個好像是有點怪怪的感覺喔 哈哈哈哈 好,有趣有趣 真的像跳舞一樣 走起來的感覺是這樣子耶 哇,我感覺他有點像是那個 在太空漫步的樣子,好像腳很滑 他在這個冰塊 他在這個冰上走嘛 可能也不能怪他了 跑起來是這樣子耶 但是我發現一個問題了 他的體力一瞬間就沒了耶 遠方那邊還有一個像火箭一樣 衝出海平面的企鵝的樣子 又來了,他又衝出海平面了 所以玩了企鵝才會開始觀察其他企鵝的生態 對不對 那這個真的很大的問題是 他現階段 這個體力就已經消耗這麼快了 那如果他長大不是更糟糕了嗎 對不對 他是不能跳啊什麼之類的喔 所以我們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只有先跳下去了吧 對我們直接下海了 下海看一下吧 可以的可以的 在海下的這個速度呢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算OK 欸等一下先閃一下好了 我看到白金了 在這個海下面 我得要呼吸了我才下來幾秒而已 我得上去呼吸了耶 哇這有點糟糕了 這有點糟糕了 這個 如果說他真的這麼不耐欸 這邊有 我 天啊要呼吸了 我在想能不能打 能不能殺這個螃蟹的時候 好好好那就直接來殺了 直接殺了 直接殺就對了 看看能不能殺 等一下他嘴巴不是碰到他的嗎 噢咬到咬到 哇咬一下16點傷害啊 但是 好不容易把它咬死了 我現在需要呼吸 等等等等 呵呵呵呵 我的天 就是說 企鵝應該超難生存的 應該說很容易被自己淹死了 而且為什麼好像很難咬得到這塊肉啊 喔終於咬掉了 可以吃了可以吃了 升級來講呢 喔吃了一個螃蟹升了一級了 然後 我咬死一個獵物要上來呼吸一下 我吃完那個獵物的肉 又要上來呼吸一下 我的天 這樣真的可以嗎 我們去找一下其他的螃蟹好了 螃蟹這邊有一個剛剛飄下來的 來來來來來 行嗎行嗎行嗎看一下 咬咬咬不到 好像很難咬 好啊我得上去 我得上去 我的天啊 太累了吧 這個企鵝玩起來超累的樣子 真的 他的操作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最重要的是他的這個對陣系統好像更怪 他的對準好像很詭異的樣子 等一下我得先確定一下 因為好像我們之前玩的某些生物是不能倒退的嘛 我看一下這個能不能倒退 我先直接就靠近這裡好了 我按一下後退 有有在倒退有在倒退 有了有在往後可以的 看樣子他也許是可以倒退的 好吧所以說呢 我現在能吃的估計也只有 喔又要呼吸了 所以我得 我一直像這樣子對不對 我要一直在這上面像這樣子游才行喔 像這樣 欸我在哪裡 喔我在很下面那邊 我在這裡 哈哈哈哈 我得一直像這樣子游有沒有 讓他看樣子我可能只能先 欸 這種魚應該也可以直接吃了吧 我過來看一下好了 我又要呼吸了 哇咬不死欸 這個魚咬不死 但是我得立刻去呼吸 我才剛下來多久而已 天啊 我決定再下來一下 我決定拼了好不好 拼了 用速度 然後咬下去 咬到了咬到了 但只有六點傷害 怎麼咬他只有六點傷害啊 難道他的傷害還根據自己咬的東西不同 然後改變嗎 難道跟裝甲值無關嗎 等等 剛剛我旁邊好像看到另外一個可以測試用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我記得之前用那個小綠魚的時候對不對 他那個 哇這咬一下17點傷害啊 所以 所以難道是跟那個 嘴巴的還是什麼牙齒的形狀有關嗎 難道他有這個牙齒的形狀這個數據在裡面嗎 哇塞 劍射魚一堆啊 沒關係 我這個企鵝呢是火箭噴射般的 我不相信他追得上我 我想要抽 我記得這上面不是都是海龜嗎對不對 我想要直接抽到這邊來找一下海龜看看 現在等級3喔 我想要看一下海龜的樣子 等一下我們這邊可以先吃一點這個 海鮮啊什麼的先吃一下好的 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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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吃一點這邊還有海鮮 這個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的有沒有 哈哈 使用企鵝就是這種狀況 而且這邊為什麼吃不到啊 他飄走了 我快淹死了讓我吃一下會死啊 啊狂掉血了 真是糟糕 哇 欸有了有了海龜出現了 哈囉海龜們 所以難道說 啊 這個是屬於甲殼狀的對不對 也許我的 等一下他們是要吃這個東西嗎 在飄的這個 也許我的這個嘴巴呢 不適合咬那種魚很軟的身體 反而適合咬這種甲殼狀的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啊 我決定試一下 我決定試一下 我果然18點傷害欸 搞不好拼得過 欸 欸行不行 欸好像可以喔 18點的傷害欸 我等級才3欸 免費的企鵝欸 就要在這裡挑戰海龜了 海龜要多少錢來著 真的把它咬掉了 我的天 原來這是企鵝的生存之道啊 一開始企鵝就直接來吃海龜就對了 這真的正常嗎這個 所以我可以在這岸上了 直接就把這些肉給咬了 而且 他們看樣子應該是不會來跟我搶肉的 因為他們是 那個急著要往海裡面奔下去的 我們看一下 果然沒有錯他們都在海裡面了 坐在那邊 所以我等一下也可以衝下海對不對 再去多吃一些這個海龜了 原來我 一開始就是要吃海龜啊 喔哈哈哈哈 吃海龜我到底可以升多少級啊 海龜的經驗值好像還蠻高的耶 而且很輕鬆就把它解決掉了呀 所以它是設計這個 對不對 在遊戲裡面的設計 感覺上是 企鵝的嘴巴 或者說牙齒的形狀之類的吧 它咬盒的模式呢 應該是很適合咬這些比較硬殼的東西 對吧 我感覺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升到等級12了耶 很快的我的體型應該已經比剛剛還要大很多了吧 所以我很開心 歪著我的腦門 連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的傷害可以這麼高呢 搖頭晃腦了 正在跳舞 哈哈哈哈 原來他是這個 跳舞 海中的這個跳舞霸者啊 街舞之王 海中街舞王 說海中好像也不太對喔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在海裡面呼吸 哎呀 38點了 不是鬧著玩的吧 等一下在把他咬死之前我又需要呼吸了 但是已經有38點傷害了呀 哎 太誇張了吧 他已經死了 肉塊已經都出來了 所以我我我我 喔我現在如果要吃這個肉的話 那我就得把這個頭呢一直生在這個海上面囉 所以這個稍微大塊一點肉還吃不掉 我等一下要稍微咬碎一下 不過我覺得我生的還蠻快的 也許再過沒多久吧 啊這種大稍微比較大塊的肉都可以直接吞了 喔這個好大塊啊 這個不知道等級多少才可以直接吞喔 但是在這邊吃海龜 沒問題 一開始就是要來吃海龜 然後我們只要呢 越過一個建設魚的牆對不對 過來我們這邊就有 海龜天下 哎等一下我現在等級只有18喔 對了 生的會越來越慢啊 但是 咬的應該會越來越快 我們就像這樣子 對不對 從下面直接衝上去 咬下去 64點傷害 他還不會死 我們再追上去 海龜現在看到我都只能逃跑 哎他下去了 他知道我的視角比較奇怪一點喔 是的我的視野非常的詭異 喔你倒按上去太好了 我最喜歡你倒按上去了 對上去 上按上按 上按就 喔我好難咬啊 切兒一個麻煩就是他好像超難咬東西的 他的咬盒範圍總是那麼的詭異喔 他的咬盒範圍真的 好怪喔 我感覺已經在我那個 模擬的那個嘴巴的那個圖案裡面了 但是就是咬不到 等級 21了 這種肉塊還不能吞 沒關係咬掉就對了 等級來到了23了 哇喔 還能夠升個 剛剛是升了多少幾來折 不管了 總之我們就是要吃海龜就對了 所以一般的魚我的咬下去的話呢 那個傷害還沒有說咬硬殼的這麼厲害 要知道這件事情 既然知道這件事情 那就知道我們是那個 專門用來咬這個傢伙的對吧 我們試試看 再來一次現在傷害 101點 咬個兩下他死了 喔把他拖上去 喔我快死了 等一下 我要再拖遠一點 以免見射魚過來 衝上去加油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就是這樣子 很好 所以來吃一下剛剛這一個 海龜留下來的吧 大家看我咬這個也 不過就才30多點傷害而已 可是我咬 現在40一點 可是我剛剛咬海龜 100點的傷害 很好 我決定再沿著這一個岸邊走一下 我覺得這個沙灘上面呢 可能會有一些 更多的海龜嗎 可能會有吧 喔有了 眼前馬上就掉下來一大堆的食物了 我來了 硬殼類的生物 一個都別想逃跑 我來了 好可怕喔 突然之間覺得這一個其實還蠻可怕的 所以我這個加速到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才剛點下去 哇 等一下 我無法把身體壓低咬他們嗎 讓我把身體壓低咬一下 不行啊這視角操作好怪 我現在也從 哈哈哈哈 真的在幹嘛啦 哇 他的這個脖子的這個歪扭功夫呢 相當的了不起 好啦我能不能把身體再壓低一點 我到底要怎麼操控 我才可以把我的身體壓低咬他們啊 看樣子可能就只能夠到水裡面了嗎 可能只能到水裡面吧 反正他們也都到水裡面去了嘛 好吧 可能就在水裡面能咬他們了 呀 兩百點的傷害 大塊的肉會直接吃了 所以不怕被他們搶了耶 哇大塊的肉會直接吃了 而且我一口就可以把他們給咬死了 欸 並沒有 所以我剛剛可能咬到的不是他們喔 哇三百點的傷害了 我的天啊 欸這個 這個不要忘了耶 企鵝是免費的耶 免費的企鵝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 達到了這樣的成就了 當然就是你要考量到這個廢活量的話 那就可能也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 至少在岸邊有那麼多的海龜可以吃的吧 應該說沙灘上啊 喔太好了這邊又有了 所以我這個偏低的吧 我現在 這邊還有肉嗎 肉掉的 我現在有點偏低的話可以咬他們了 耶 耶 我的天 這根本 這根本比鱷魚還恐怖了呀 有沒有 我就在這邊 埋伏好不好 其實根本一點也不像埋伏啊 我都已經突出來這麼多了 有沒有 他呢 還是 靜止的往前想要游過來 因為他認為這隻企鵝長得太可愛了 人畜無害 但是他不知道的就是 我其實馬上就會把他給吞掉了 700多點的傷害了呀 而且他是不是一直在升啊 我覺得他們是不是一直在升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現在按著 我在沙灘上按著後退是往前走耶 我在水裡面按著後退是往後沒錯 可是我在沙灘上按後退 反而是往前走 好吧 他的操作呢是非常詭異的 看來就是 一直沿著沙灘走就對了吧 沿著沙灘走我就有一堆的食物了 能不能直接吞了呀 不能直接吞 還是得咬掉 欸怎麼咬不到的 欸咬不到耶 咬到了咬到了 哇一千多點了 喔他們咬我 敢咬我 他們雖然應該只是想吃肉 哇我現在又要呼吸了 等等等等我不是 頭一直在上面嗎 我剛剛頭一直在上面耶 所以他現在的這個 判定呢真的是 我的這個呼吸判定好像很小啊 我得超出這個水面超多了才能開始呼吸 哇又咬我 沒關係他們只是想吃肉 不小心咬到我而已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所以我原諒你們 既然我這麼大發慈悲的原諒你們了 對吧你們就到我的肚子裡面去好好的懺悔一下吧 哇前面的海龜像是用炸的一樣出來 炸出來的 但是海龜現在感覺已經有那麼一點點滿足不了我了 也許我應該先去挑戰那邊的劍射魚了 因為我血量其實有兩千三百 那應該至少可以頂得住劍射魚咬一下或咬兩下吧 不過我這邊還有這麼多的海龜要衝下來的話 我們還是等一下他幹嘛他怎麼也過來了 那就他過來後我又把他吃了 哇這麼多的海龜 張開我的血盆大口 張開我的好像好像其實並不大小小的而已 但是他們只要一過來我稍微再前進一點點過來 過來 呃啊 Yes 直接吞海龜了啦 根本不用把他們給咬掉直接吞了 好吧是時候了 我們等級都 不然我的血量都已經有兩千七百了 應該不應該害怕劍射魚了吧 而且我的體型看樣子已經比較大很多了 來劍射魚 我只是 果然沒錯一口就可以把他給咬掉了 但是我現在就要上去呼吸 我呼吸的時候會不會被他給偷襲啊 喔快死了差一點點而已 糟了 果然體型一變大 我現在狩獵都是個問題 要吃魚的部分 到處都是個問題 這邊的劍射魚呢是 我比較難鑽下去 我鑽下去的話很難看得到下面的狀況啊 喔這邊有兩條 太好了直接過來看一下好了 他們不敢咬我了耶其實啊 直接吃掉了呀 他幹嘛 真的不敢咬我了耶 太好了吃了兩條 劍射魚趕快進上去 好累喔 好所以說呢我們應該 是時候可以冒險了吧 去找那些什麼鯊魚之類的 當然劍射魚都已經掛掉了 我相信我現在 應該就有本事去把蒼蠅給弄死了 我們現在再看一次 哇這個海 一開始感覺我超小隻的有沒有 現在已經感覺這個海好像沒有什麼了 喔馬上就到了這個地方了很好 所以我們下來一下 這些鯊魚絕對不夠看啦 有什麼好挑戰的 這個鯊魚絕對不夠看 直接吞了有沒有 鯊魚都直接吞了 上去 加油 加油 我的天 我的天 五千點的血量了 我決定去找一下大白鯊 剛剛那個應該是虎鯊吧 大白鯊呢 喔大白鯊出現了 我們直接咬一下 呃啊 四千多點的傷害 呃啊 NICE 走走走走走走 快死了 快要淹死了 呃 呃 呃 我的天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讓我好好的 擺著這個仰視吧 我能擺個仰視啊 欸可以耶 像是人類一樣 哈哈哈哈 喔天啊這視角 喔我的天這視角 來了 蒼蠅好像都比我小隻了 YES 哇吃這個肉可能會吃很久啊 這個 吞這個肉 喔他來了 我要呼吸糟糕了 我會被他攻擊 喔我需要呼吸了 呃 好累啊 太累了吧 不過 免費的企鵝 輕輕鬆鬆的 就可以成長到這個 輕易的把這個蒼蠅給解決掉的程度了耶 他要咬我嗎 還是幹嘛呀 這邊還有很多剛剛我吃剩的肉吧 哇我的天啊我又要上去呼吸了 不過我現在感覺已經有一點 傲視群雄了有沒有 哇我現在真的好大隻喔 跟最一開始比起來 天啊 差太多了吧 我們決定現在呢 我先去那個挑戰一下那個鋸齒殺的部分 欸怎麼又是你啊蒼蠅 喔我看見鋸齒殺了 居然在這裡啊 鋸齒殺你好 鋸齒殺我來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居然也是一口就這樣解決掉 但是我的肺活量 救命 救命啊這個人生 這個 氣而生真的是太太辛苦了一點 讓我好好思考一下我的人生 我的氣而生 我覺得呢 這個氣而再繼續長大下去 他最後的下場就是 體重太重了 於是乎他最後呢 自己的力量帶不動自己的體重 就淹死在了海裡面 啊 原來我的未來 就這麼容易的被看透啊 好了所以我們到那個極地海洋那邊去吧 好像就是這個方向吧 我們直接哇大家看這個 事實上我感覺他的身體這麼長的話啦 應該隨隨便便 果然沒錯 隨隨便便都可以踩得到那個啊 踩得到那個可以立足的東西 然後讓自己呢 這個身體在這個外面啊 在這個海的海上面 隨隨便便就踩得到東西了耶 哇大家看 一開始我跟幾個那個企鵝兄弟 哇什麼東西從那邊炸出來了 炸了耶 一開始我跟幾個兄弟對不對 就像這邊這樣子 有沒有好幾隻可以在這上面 可是感覺這一個 現在這個上面 只容得下我一隻了 可是我上不去 但是我可以在這邊吃他們耶 好可怕喔 從海裡面對不對 然後站起來 直接吃這個上面的東西 我的天啊 這是怎麼可怕的啊 這感覺像是那個雞在吃雞飼料啊 這一塊伏冰還不成啊 我的天啊 好可怕喔 我現在這個樣子 我決定了 所以說現在我看的話呢 哇我咬什麼東西三萬多點傷害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我被什麼東西咬了我更加不知道了 所以我現在 如果說可以找得到那個 抹香精的話 應該也是很簡單輕鬆 就可以把它解決掉了吧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比較想要就是走到這一個上面去看一下 欸我居然走上來了 我踩一下就上來了 所以還可以再上來吧 可以的 哇 旁邊是小企鵝 呃 旁邊有小企鵝 哇這體型差的也太多了吧 小企鵝呢 小企鵝都逃跑了 這體型真的差的有點多了 真正的 對不對 企鵝中的這個霸王已經出現 而且它是不是可以從那邊翻出去啊 我稍微 可以往上走欸 再上去一點 我看能不能從那邊就走上去 可以欸 好 好的 好的 就跟我們的鯊魚一樣 我們沒有辦法 逃離這片領域 我走到了邊邊之後 於是乎就發生了這麼悲劇的事情 這就是我剛剛企鵝的肉塊了 好所以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喔 其實企鵝可以說真的是超強的 免費之中 目前玩起來 最強的就是它的 它成長速度呢非常的快 主要是它一開始就可以直接去吃海龜了 所以吃啊海龜沒多久之後 它的這個 可能是因為它的這個最基礎的攻擊力 是7這麼高的關係吧 所以它的 後期的成長真的是 爆表 爆表性的成長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海底大獵殺 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 想要看我玩什麼東西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一下喔 那我們期待下回再相見喔 大家掰掰 掰掰